我们要揭晓的是微博年度关注电影人 我们请看大屏幕 灵动的尽头 给予了观众心灵上的治愈 微博年度关注电影人 王俊凯 李玉 杨丽娜 掌声有请微博年度关注电影人 王俊凯 李玉 杨丽娜 登台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 是 在这里呢 我们要欢迎点赞人导演管虎上台 为各位点赞 送鲜花 送祝福 有请 有请各位 祝贺三位 有请登台 首先领取你们的荣誉 有请我们的点赞人管虎导演 为各位点赞 好 请何颖留念 是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管虎导演 谢谢您 请休息 请留步 依然想听听各位的获奖感言 对 作为这个关注电影人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呢 首先是丽娜导演 一部电影妈妈感动了 无数人收获了太多的温暖和眼泪 想听听您的获奖感言 我其实很喜欢微博的一句话 就是以微博之力让世界更美 对 然后我想我和我的团队们 然后在也会以我们自己的微博之力 做出更好的电影 回馈给观众朋友们 好 谢谢 谢谢来师 李律导演 看到那个吴老师在下面的 吴远淑老师 他演的妈妈确实是特别特别好 聊了很多天 然后其实我的感觉就是 现在电影越来越多样化了 而且我们也能够拍出 我们自己想拍的一些电影的故事 和对这个现实的一些关照 所以希望以后还能是这样一个 非常开放的一个环境 让我们做更好 更多的电影 然后关注其实挺不敢当的 因为关注度到了以后 你的压力就相当大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越做越好 继续前行 而且李律导演不仅拍电影 他还利用闲暇的时间 经常在微博上为小凯点赞 关注 为他加油 对不对 我特别有感触是小凯 就是你每次看到他聊电影的时候 他都是满眼放光 所以他也是越来越成长成 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我也是为他开心 谢谢大家的支持吧 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影新人 需要学习的还非常多 所以能够在微博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达到属于这个荣誉 我觉得首先是非常荣幸 然后也会继续加油 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 眼中有光芒 脚下有力量 对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挑战的角色 首先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有好的一些剧本 是非常开心 非常荣幸的一个事情 那我觉得作为演员 需要挑战更多的角色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 只要是有感动到自己的 或者说自己喜欢的 都会去挑战一下 是 很棒 我们一起来期待 祝贺各位 再次祝贺各位 感谢电影人们将那些 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和事 再次用光影的手段来呈现出来 才不至于让我们与故事遗憾错过 感谢观看